大家早安 下午时间首先关注美国在加州的农历新年期间是连续爆发了枪击案 而在今天加州再报本月第六起大规模的枪击案 导致至少三人死亡 四人受伤 根据路透报道指出洛杉矶的警局已经证实 事发的时间点是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30分 地点是位在洛杉矶富人社区的山庄的比佛利山庄 当时中枪的7人中有4人在车外 不幸身亡的人 三人死亡都是在同一辆车内 华尔基警局表示 位在车内的三人是当场死亡 其他四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 不过有两人的生命安全目前处于危急的状态 针对枪击事件的原因 枪击是否是在住所内 甚至是否是找到了这个嫌疑人 目前警方都还无法确认 而这起枪击案之前呢 其实在加州的蒙特瑞公园市21号 才刚刚在除夕夜的时候发生枪击 导致11人死亡 接着在24号湾区也连续发生了两起的枪击案 其实美国近日除了一连串的枪击案 让枪支暴力问题再一次的成为媒体的焦点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丑闻也再一次的引发一波示威潮 美国天大西州曼菲斯警察局爆发了五名的飞翼警察 围殴一名飞翼男子尼克尔斯 而他在遭到警方围殴送医抢救三天后 依然不治身亡 而在影片曝光之后 立刻是在全美引发了一起抗疫潮 被害人尼克尔斯他的母亲居住地的民众 也同样是发起了这个活动 那么一位母亲她是身内俱下 担心美国的枪支暴力可能会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害人的母亲 它是厉害的 它给了我寻笑 因为我有一个年轻人自己 然后就能知道 它发生了五名的房子 就发生了我的眼睛 就发生了我的眼睛 就发生了 刺激和刺激 然后就发生了我的心 我希望我能够能够有带来 去帮忙 去帮忙 或是有声音的声音 去那些警察 为什么 美国民众抗议警察暴力的示威群众 从美国的纽约时代广场 到白宫附近的公园 以及西安的旧金山等 是都有民众抗议警察暴力 那么对于平传的枪击案 美国总统拜登他表示 为事件深感忧心 但是他呼吁抗议的群众要保持冷静 社会治安问题 现在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不过看到拜登他上任之后 很大的心力其实都聚焦在外交的政策上 尤其是在对大陆的围堵 但是随着北京在国际上日增的影响力 有关两个可能爆发冲突的国家 许多的专家都已经做了一个兵推 还有预测 那么根据美国NBC报道 美国空军空中司令部的指挥官 米尼罕上将 他在27号的时候 向下属发了一个备忘录 内容就写到自己预测 美国还有大陆最快会在两年之后 2025年交战 而且这个两国冲突的引爆点 很可能就是台湾 尼米罕他在背望录呢 他第一志就写到 希望自己是错的 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 2025年将会打仗 那么为了确保美军可以做好 万全的准备 米尼罕他希望收到指令的 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 全体的军官还有指挥官 可以开始准备一支 更强准备就绪 具有综合还有灵活性的机动小组 为的就是要准备在第一岛链作战 而且呢 他们是可以拿下胜利 那么米尼罕他强调 美军的目的是贺阻 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击败 而且备忘录中 他还特别指示战机飞行员 他们要击杀目标的时候 必须要毫不犹豫精准的瞄准头部 那么他在备忘录是写到呢 也提到自己说明 美中两国会在2025年 发生冲突的依据 是因为他认为 台美2024都有总统大选 那么台湾大选将是提供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台的借口 而且白宫之争 也让美国是自顾不暇 所以在2025年 正好是习近平 他选择亲台的好时机 那么这个备忘录 是在27号的时候 先在社群媒体上流传 稍早五角大下 也证明这个内容是真实的 不过五角大下也强调 这并不代表国防部的看法 那么其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也曾经是公开的表示过 对大陆会在短期内对台行动 自己是高度存疑 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柯宁 他最近其实也对台海的情势 做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美国以及台湾 都还没有准备好对大陆呢 准备好大陆饭台做好准备 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派遣返潜 巡逻机在南海执行战备巡逻任务 为了确保节日战备万无一失 我们仅经南海复杂态势 以言于常态高于平时的标准 南海情势占于密布 美军尼米兹号航母两周前 也跟大陆山东舰在南海护袖肌肉 还透过媒体放话 表示任务执行相当顺利 中美对峙升高 美国空军四星上将米尼罕 还向麾下军官发出备忘录 日测美国与中国大陆 将在2025年正式开战 在他发布的备忘录当中 第一句就挑明 我希望我是错的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们将在2025年开战 米尼罕更指出 由于美国及台湾 都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 所以大陆可能会趁美国分心的时候 对台湾展开行动 并且列出三点目标 表明要建立一支强化 准备就绪 综合与灵活的联合部队机动小组 并且要在第一岛列内作战 拿下胜利 跟指示麾下部队要充分理解 这些目标必须在2月28号前完成 并向上汇报 不过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 拉莫斯报导 米尼罕上将的备忘录 并不代表美国国防部 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美国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 柯宁则是在接受美国智库访问时表示 针对北京当局对台展开行动的可能性 美国台湾都没准备好 美国盟友也不见得会在第一时间出手相助 若共军犯台不能预设盟邦届时会大举持员的立场 一旦北京当局拿下台湾 不仅将会影响美国国安 美方的经济利益也会面临巨大损失 记者离境综合报导